大家好,我今天要來介紹是我最近新買的Mini Lindy 那我買到的這個顏色呢是達翔灰配金庫 那Mini Lindy是愛瑪斯去年出的一個新款的包 那以前呢它是有分三個size 那現在是多這個Mini 可能這個size再上去呢是26 26過來是30 然後它還有一個40的 那現在很多人都想要買這個Mini Lindy 因為它是很小但是它其實可以裝蠻多東西的 那它跟其他的Lindy呢還是一樣 它兩邊都還是有小口袋 裝小的receipt啊或是什麼車票啊什麼東西的 所以還是蠻方便的 那手機的話是沒辦法放進去 那我這是iPhone X Max 那是真的是塞不進去 所以只能放在包包的裡面 那開這個包包呢也是跟Mini 就是跟普通的Lindy也是一樣的 你就是兩個這個扣子 要把它打開 然後還是有做兩個拉鍊 然後它們還是很detail 還是有做到這個H在這邊 這個拉鍊 所以我覺得這麼小一個包 還有做到這個細節 它們真的是非常的細心 還有這這樣打開 打開呢 跟其他的Lindy其實是一樣 就是一個大空間 那它裡面還是有做兩個內袋 在旁邊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也是就是可以放小東西 像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會放 比如說我有帶綁頭髮啊 或是小髮夾啊 或是receipt 我都是還是塞旁邊這邊 那大空間就是留給 you know我放比較大的東西 那我給大家看說 我平常如果背這個包的話 我可以裝什麼東西 那一定是會帶手機拉 那我的是Max 其實是塞得進去的 你看裡面還有蠻多空位的 好 然後呢我會帶鑰匙 這就是LV的6Key Holder 可以放進去 然後通常 我出門我也會帶我的AirPods 那這是AirPods Pro 放在裡面 然後 我通常是 背這麼小包 不會帶很大的皮夾 但是 是給你們看說 你看Chanel的這個小皮夾 也是可以放進去的 那如果你不要帶那麼大一個皮夾 你就帶一個卡夾 也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帶卡夾的話 就不放這個 你還是可以放一個LV的 mini Pochette 裡面就裝我的 出外面需要帶的 什麼 Lotion啊 鹽藥水啊 鹽藥水啊 什麼的 這也是塞得進去的 基本上這樣就已經滿了 你上面可以再放一個太陽眼鏡 那這樣就已經滿滿了 所以我也不會多塞 包包就會 就是stretch out 就不好看了 那通常我就是會這樣拉這兩邊 這樣蓋上 就好了 我就不會把這個再蓋上去了 這樣 拿東西也很方便 那它 mini Lindy呢 就是它有一個很長的肩帶 那你就可以 側背 cross body 這樣 好 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包包 就是這樣 下面呢 它們還是有做四個腳 所以 也是 跟其他的mini 其他的lindy一樣 看就是這樣 好 那我在美國買這個包 是差不多 6400美金加稅 那我知道 我有看到很多網路 它們二手店是賣滿高的 那如果你有機會在愛馬仕店碰到的話 就趕快搶手拿一個 好 今天就到這樣 謝謝 謝謝